9000元彩金下正確比數 爆回34.2萬 南投運彩三兄弟 一人入袋11萬 世族夯運彩更夯 不少人都想豪賭一把 偏偏運彩的網路下注卡卡的 旅遊達人布萊恩在網路上入境1萬元 想參加刺激的場中投注平平卡關 世族已經進入8搶4 前期的小組賽和淘汰賽 布萊恩坦言成功下注的真的很少 彩旋行也分享小群租力會員都在抱怨 有人笑說運彩網站準時當機 下午4點當 早上8點也當 只能跑去實體店下注 天天塞車天天卡 不能下單 比如說我這場我下1萬 那輸啦 那就要想說我要下3萬 我要去追回來 不給你下 網路下注也綁實體投注站業績 客人沒有下注好心情 老闆自然對運彩也是一肚子怨 業者透露 4年前網路會員只有20多個 現在有700多個 世族期間投注人數雖然有變多 增幅卻不成比例 錢少賺很多 是絕不結束的 因為我們的經驗 這樣看起來 購買一句就跟我平 運彩表示 彩迷確實有增加 跟4年前相比 業績增長近一倍 統計銷售金額最高 在新北已經衝破10億元 而女生也風士族 男女比是6比4 不過實體投注站都算順暢 網路下注 雖然卡卡已經努力優化 建議民眾分散時間 24小時都能投注 只是採迷探 下注受限 樂趣自然也少了點 TVB生綜合報導 想擴大國際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專門報導 國際新聞的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記得要開啟小鈴鐺喔